中文字幕 解放 哈喽大家好 前幾集法王有提到 關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公平合理原則 於是由粉絲私訊來問法王說 那到底公平合理原則是什麼呢? 是不是只要保險公司不理賠 他就覺得不公平 那只要他覺得不公平 就是違反公平合理原則呢? 法王告訴你 這個誤會大了 今天法王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裡面的公平合理原則指的是什麼 它要怎麼樣來應用 第一點 法王想要跟各位聊一聊 公平合理原則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應用 由誰來運用 我們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有規定說 爭議處理機構在受理評議的申請以後 應該斟酌各方的證據 依據公平合理原則 獨立的來進行評議 所以說從這個條文可以知道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裡面所規定的爭議處理機構 其實就是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也就是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只有規定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在處理保險爭議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運用公平合理原則 但是對於法院來說 法院是不受公平合理原則的拘束 他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 因此如果法官願意參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公平合理原則 那非常好 我們謝謝法官 但是法官如果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話 其實他也沒有任何的違法可言 不過大部分的人遇到保險爭議 還是會先去找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根據統計 一年當中 各級法院的保險爭議大概是700件 但是一年當中 保險爭議會去找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的 大概是兩倍之多 大概超過1500件 所以說以下法王還是來跟各位聊一聊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在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公平合理原則的時候 它到底是怎麼適用的 公平合理原則你應該知道哪幾件事情 它的內涵是什麼 第一個公平合理原則的內涵是 公平合理原則不是你自認為的公平 而是一般的具有知識經驗的消費者 如果站在這個個案中的保險消費者的立場 都會認為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期待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有公平合理原則的適用 也就是說公平合理原則的認定 採取的是一般客觀的標準 而不是個人消費者主觀的標準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公平合理原則其實是能夠修正彌補法律的不足的 因為無論如何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他們在處理保險的爭議的時候 原則上還是必須要依據法律 但是如果說完全依據法律處理的結果 反而會對消費者造成不公平的時候 這個時候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它就有權利引用公平合理原則 把當事人之間的權利調整一點 讓消費者的權利更能夠受到保障一點點 就像我們前幾集所提到的 強制汽車責任險它的消滅時效是兩年 但是如果說一個車禍的受害人 你都要求他兩年之內一定必須完成所有的治療 治療超過兩年的醫療費用 強制車險的保險公司都不理賠的話 這個一般人的觀念聽起來都會覺得 非常的不公平也不符合正義的期待 因此這個時候就是標準的公平合理原則 可以拿進來運用的場合 運用公平合理原則 讓車禍的受害人超過兩年的醫療費用 也可以獲得理賠 這就是公平合理原則的精神了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解開各種保險觀念上面的誤會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